小冯 你尝尝我亲手做的红草柚 不行 我最近只吃水煮食物不吃药 你又减肥了 不是了 没听说嘛 现在好多油都是转筋的 那生死转筋你知道吗 转筋产品有什么嗨处呢 当然知道了 转筋就是转了好多次机才运过来的 所以都变质了嘛 所以有害 错了 转筋视频就是把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里去 改良的物种 就来了 这种大豆的地理总会长很多杂草 这个你知道吧 地理长草很正常啊 喷除草剂 那草死了 大豆不也死了吗 那怎么办 艾千尼可以抗除草剂 所以就把艾千尼的基因转移到大豆里面 这种转筋的大豆就也有了抗除草剂的本领 再打除草剂就只能把草杀死 大豆就没有事了 那转基因大豆有什么危害呢 这样啊 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 我听说外国有人做实验 吃了转基因大豆的猪 都能得胃炎呢 那个实验不科学 其实没有事 包子上锁了 早在1998年 外国就开始进口转基因大豆了 目前 明年进口6000多万吨大豆 大部分都属于转基因大豆 现在都有 百分之百都是转基因大豆咋的 你听说有点吃素兵了吗 嗯 没有 可我还听说有些转基因食品要夺 有些能导致不孕不育 有些还能破坏环境 呵呵呵 这些都是药盐 包子上都是咸的 来来来 放心吃吧 万一网上说的都是真的怎么办 你也没有事啊 俺家里有 没有转基因的 你不是说转基因食品没问题吗 哎呀 锁这么锁 我也不信呢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